大家好,我是Stan 这几天,卡7成员Penberg 与杂志社的采访内容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称赞 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再过三年的话 人生的一半在泰国 一半是在韩国生活了吧 怎么样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 现在好像更熟悉韩国的生活 地理位置也好 外送APP也是 去泰国的话反而不太熟悉 以后如果年纪大了不能再跳舞的话 也不想定居在一边 想要两边来回生活 在泰国跟在韩国的时候心情不一样吧 确实是那样 怎么说呢? 因为我的位置不一样 相差很大 什么位置呢? 嗯,要怎么说呢? 我自己说出来的话会被讨厌的 疫情之前 在泰国曼谷机场到市区的路上 在各式各样的广告牌上看到了你的脸 想说的是这个吗? 哈哈,是的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在泰国跟韩国 我所在的位置差距比较大 我想要平衡一下 对自己本来就是这么严格吗? 在韩国已经是很有名了不是吗? 在韩国我可以随便外出 在泰国只能待在饭店里 因为粉丝们围绕着连家里都回不去 但是到了韩国就谁都没有 在泰国的几天就像是做梦一样 是觉得在韩国还没有成功吗? 我很清楚 现在只剩这里了 我是在这里开始的 但是只有在韩国好像还没有被认可一样 虽然海外活动也很重要 但是想要在这里好好的受到肯定 所以想要集中韩国的活动 这样应该会有好结果的 别人都是争先恐后的想要进出海外 你刚好是相反 是啊,我现在才25岁 不能就这样回去 想要好好的试一下 是勇敢的挑战呢? 完全是挑战 也是危险的挑战 很可能两边都会失去 都知道那样了,还想挑战吗? 觉得很有趣 现在不做的话 一生可能都会后悔的 最近PenPen真的太有好感了 思想超帅 外国成员合约到期后 大部分都会回到自己的国家继续做艺人 PenPen在泰国已经是超级明星了 足够可以安逸的生活 但是还会留在韩国挑战 真的是又神奇又了不起 就这么大的时候来韩国 度过了人生一半的时间 在异地不可能不辛苦 回去的话一定会过得更好 但是却这样回答 真的是又感动又催泪 肯定对自己是一大挑战 真的希望你能成功 真的是太帅了 希望你能成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6月份品牌形象排行榜 在6月的排行 住院Kingdom的男团们排行都上升了很多 而女团一位真的是非常惊人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30位Bleachers 29位AB6 28位Winno 27位BIGBANG 26位PIX 26位PENTAGON 23位GAT7 22位BIGBANG 22位Infinite 22位TREASURE 20位 新娃 19位 欧年诺 18位 舒克吉尼 17位 恩爱普 16位 尼斯特 15位 阿斯特罗 14位 图皮艳 13位 エイティジ 12位 エスエフナイン 12位 ストレイキッジ 10位 ビトゥビ 13位 オースターエクス 13位 モンスターエクス 15位 ドボーイズ 15位 ドボーイズ 15位 トゥモルーバイトゥゲッド 6位 シャイニー 6位 シャイニー 5位 セブンティン 3位 ナシティ 2位 EXO 6位男团排行 一位是旁探送正的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 1位公开突破 Billboard Photo Oricorn 正负评分析结果 证明评价占82.08%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女团排行 30位 TRIBI 29位 龚文소녀 28位 A-PINK 27位 AFTERSKOOL 26位 WEEKLY 25位 Dreamcatcher 24位 Signature 23位 I-DARI 소녀 22位 STILLA 21位太阳 20位有再一个 19位 BLEAMBLEAM 19位 BLEAMBLEAM 18位 A-PURY 17位 LABOOM 16位 HIGH SCHOOL 16位 HIGH SCHOOL 15位 LOVLEGE 14位 WAH 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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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Lumi's 9 10位Stacey 9位Rokey Punch 8位Mamamo 7位Yijie 6位Red Red Bad 5位Black Pink 4位Oh My Girl 3位Twice 2位Black Girls 6位女團排行一位是Azpa 追過相關關鍵詞是公開突破進入Nest Level Billboard世界觀 8位女團排行一位 今次的講庭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